哎呀 这两个月我们真是前所未有的忙啊 新品扎堆发布 一波未屏一波又起 今天又该轮到英特尔的13代酷尸出厂了 我们这次拿到了i9-13900K和i7-13700K 今天的评测我们不仅要看看 13代对比12代和Ryzen到底强了多少 功耗和温度怎么样 也要拉来Skylake架构的老匠9900K 来对比一下看看这两年CPU的进步到底带来了多大的游戏性能提升 还要来看看DDR4和DDR5不同规格的内存对性能影响有多大 内容非常丰富 我希望大家能把点赞先给交了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调到架构 代号为Raptor Lake的13代酷尬 并没有对架构进行大改 虽然说大核的架构已经改成了Raptor Cove 但它基本的设计和12代的Golden Cove是相同的 它的改进主要集中在这下面的几点 第一个 13代大幅提升了二级缓存的大小 从12代的每个大核1.25Mbps 小核每四个核心共享2Mbps 提升到了每个大核2Mbps 每四个小核共享4Mbps 在理论成绩上它可能不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对游戏性能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测试的重点之一 第二个重要改进在于工艺 英特尔再次打磨了自家的英特尔7工艺 按照我们习惯的讲法就是10nm加加加加加加 不知道加了多少次 结果就是13代的频率大幅提升 特挑的13900KS甚至已经可以跑到单核6GHz的锐屏了 本来我以为REN4的频率已经很离谱了 没想到13代还是更离谱 第三个重要改进是内存控制器 桌面平台引入DDR5是在12代上 不过那个时候的内存控制器标准的支持频率是4800Mbps 而这次则达到了5600Mbps 内存超频也会比12代酷睿显著更强 至于具体的超频能力 我们也会在后面专门测试一下 看看DDR5的高频时代是不是真的到来了 对了 因为和上代兼容 13代也依然支持DDR4 我们也会来看一下DDR4在这代表现如何 性能差距和DDR5有多大 第四个变化是由于核心数的大幅度提升 实际上小核在环形总线上的节点 从原来的两个节点对应2×4小核的规模 变成了4个节点对应4×4的小核 相应的也增大了总的L3大小 这个对于游戏性能也会有一定的增益 那么我们简单介绍完架构以后 干脆来跑一下业界标准SPAC 2017 看看这个好像改进不大的架构 相比12代 到底有没有同频性能提升吧 那么在SPAC 2017里呢 13代的Raptor Cove和12代的Golden Cove大核表现 不能说非常相似 只能说完全一样 看来更大的缓存 并没有给CPU的理论性能带来帮助 当然12代和13代本身的性能已经非常强了 这也依然是目前综合IPC最高的X86 CPU架构 领先于对手的认识 相比于大核这次更让人意外的反而是小核 虽然小核架构还叫Grace Mount 但凭借着缓存和连接的改进 IPC倒是有一定的提升啊 新的小核的整数部分提升了6.6% 看来新的小核不仅仅是提高了频率 红屏性能也更强了 13代小核的性能几乎已经赶上了Skylake的性能 整数要比Skylake更强 辅典要稍弱 加上这次小核频率也已经全部都超过了4GHz 这就基本意味着13900K仅仅是小核部分 就已经约等于两颗9700K了 这个小核我觉得真的已经不小了 看起来13代酷睿的同频单核提升幅度并不大 但既然加大了缓存 频率又高了那么多 那么它的游戏性能会不会有惊喜呢? 我们找来了12代最强的12900KS和AMD的两颗7000系 以及游戏最强的5800X3D 来看看13代酷睿在游戏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测试平台吧 我们这次搭配了ROG的Maximus D790 HERO 它搭配了20家一项供电 哪怕是应付13900K这种规格的CPU 也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和所有的ROG高端主板一样 除了很好用的BIOS还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小细节 比如说像显卡和M.2硬盘的快拆设计 这支PD快充的前置接口等等 板子里还附送了一块PCIe 5.0的硬盘扩展卡 可以装两块M.2的固态硬盘 内存方面我们使用了支齐新款的6800C34的幻风机 它使用了海力士新推出的A代颗粒 有非常非常高的超频显力 是目前综合表现最好的DDR5内存颗粒 散热方面我们使用的是VK的GL360水冷 而在超频部分我们也用上了VK的GL420水冷 毕竟谁都知道 i9超频之后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压住的 我们还准备了一张ROG STRIX Z790A吹雪 用来测试搭配DDR4的性能表现 来看看13代搭配高频DDR5和高频DDR4 游戏性能又会有多大的差距 这轮理论游戏性能测试 我们统一使用的是ROG STRIX 4090显卡 搭配1080P高画质来完全避免显卡瓶颈 等到后面模拟现实情况对比9900K的时候 再来看看2K和4K 首先是对帧数要求最高的竞技类网游 这类游戏通常也是对CPU要求比较高的 不过最近很热门的APEX由于锁了300帧的上限 我们这里参测的6款处理器 搭配4090都是跑不出什么区别的 轻松满帧 只有在低帧上有些许的差别 CSGO对于频率比较敏感 13代和7000系锐龙都可以跑到800帧以上的离谱人数 看起来非常惊人 但说实话实际意义也并不是很大 不过综合1%低帧来看 CSGO里还是Ryzen的表现略好一点 在英雄联盟的测试里面 这几位还是不太能拉开差距的 相对来说最强的还是13900K 13700K也可以稳压12900KS 另外在1%低帧上 13代似乎比12代又有所提升 或许更大的缓存也对游戏的稳定性 有一些帮助 在跑下吃鸡 这个就有意思了 13代凭借着增大的二极缓存和超高的频率 在绝地求生里比12代是有明显提升的 比起对手的Zen 4也有显著优势 当然Zen 4也一样打不过5800X3D 另外13代的1%低震也要比对手高很多 这意味着钢枪等激烈场景里会有更好的表现 另一个游戏 陶里塔克夫 这个游戏的优化就做得奇差了 大家的低震表现都非常离谱 平均的来看13代的两兄弟表现还不错 但这次用不到13代出马 12代就已经领先AMD的几位对手了 更新到2代的首帮先锋对于内存和缓存的需求非常大 加大2极缓存的13代比12代有一定的提升 相比Zen 4也领先了不少 5800X3D凭借着大缓存表现也很优秀 然后就是驱动开销逆天的原神了 作为热门线上游戏里帧数最低的一个 原神的优化就如同尼路的5C一般迷幻 13代在这里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AMD在这里主要是输在了低频上 很多时候小卡顿才是这个游戏最烦的地方 也难怪米哈游不给开放120帧了 对吧 看完线上游戏的性能表现 我们再来玩一些单机大作吧 城市天际线 这个应该是英特尔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款游戏了 Bizzen 4要强不少 但是13代和12代相比并没有拉开显著的性能优势 反正玩天际线一样都没办法满足平均60帧 老刀环里面13900K表现得不错 比起12代和Zen 4都是更强的 当然3A游戏相比网游 其实同代CPU之间不一定能拉开多少差距 这点在2077中体现得就更加明显了 2077是一个图形负载极高的游戏 显卡基本上都是满载的 CPU基本上就很难再去造成明显的差别了 至少参测的这些处理器都差不太多 我预告一下 我们待会去测9900K的时候 情况就可能会很不一样了 相比之下 《蜘蛛侠》这个游戏还是CPU瓶颈更加显著一些 各款CPU之间可以拉开非常大的差距 13代比起Zen 4有一定优势 比起12代也提升了一些 现在13代总算是可以满足最低帧达到60帧以上了 另外在这项测试里 5800X3D的表现有点出人意料 表现甚至不如两款Zen 4 比起13代的两款CPU差距就更大了 另一个优化比较好的游戏是地平线5 搭配4090的情况下 各款CPU都能跑到将近200帧的高帧率 在这里 13代和Zen 4比较接近 不过仍然是13900K处于领先地位 还有一款优化惊为天人的压轴大作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微软模拟飞行 依然没有任何游戏能够突破平均60帧的大关 13代比起12代有一定进步 比Zen 4还是强一些的 但5800X3D依然相当不错 总的来说 凭借缓存和频率的双重进化 13代的游戏性能比起12代又有了小幅提升 13700K的游戏性能已经可以全方位超过上代最强的i9-12900KS了 而13900K基本上就是接下来半年最强的游戏CPU了 当然你预算没那么多的情况下 打游戏我觉得选i5-13600K这个级别的CPU就可以了 游戏性能也应该差不了太多 不过这个游戏测试顶多算是理论测试 只是做个对比 看看13代和Zen 4 孰强孰弱 要真说现实意义的话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用的可能还是8代、9代、10代的老酷睿 其中也不乏想在今年升个级换个显卡 但是又担心老游带不动的同学 那我们今天就来解答这个疑问 如果我想换4090 是不是一定要换掉老平台 同样带4090的13900K和几年前的最强9900K 游戏里到底能插出多少帧呢? 既然要考虑现实意义 我们就不能只测1080P了 2K、4K这种高分辨率也得带上 高分辨率下显然显卡的负载更高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不用换U 老U也能带动新卡呢? 猜测不如实测 现在我们就把实际结果放出来给大家看看 其实在开始特试以前我没有想到中间仅仅隔了一代架构的9代处理器 会和13代有如此夸张的差距 先来看看1080P 竞技网游里13900K和9900K在很多游戏中的差距甚至已经近乎翻倍的程度了 甚至在陶里塔克夫里13900K的帧数远远领先9900K 超过了一倍感知非常强 有一说一这个要归功于4090 当彻底摆脱了显卡瓶颈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CPU真正的游戏性能差距 甚至连原神里两者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13900K比起9900K能强出70% 注意这里的1%低帧 9900K的1%低帧是不能稳定在60帧以上的 这意味着你在虚密城跑图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小卡顿 单机游戏中CPU可能差距比线上网游稍微小一些 但是像蜘蛛侠、天际线、老头皇、微软飞行模拟这些游戏还是非常吃CPU的 两者的差距依然非常恐怖 尤其是1%低帧的提升更是对游戏实际的流畅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把分辨率拉高一档 玩2K的话 CPU平均会不会稍微小一些呢? 确实会小一些 毕竟GPU的负载随着分辨率的提升变高了一些 13900K有的时候已经可以驾驭的住4090了 可你再看看9900K的帧数 除了赛博朋克2077的帧数有了一点下降 剩下的这1440P和1080P的帧数都没有区别啊 这说明9900K在2K下面依然完全带不动4090 如果你是在2K想升级4090还用着老CPU 那我觉得没必要啊 你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先升级CPU再考虑显卡了 或者不如就省点钱不要升级了吧 那我们继续拉高分辨率 4K下9900K总能驾驭住4090了吧 从结果来看我觉得这个结论依然很难说啊 一些图形负载更高的游戏 比如说像Apex、守望先锋、赛博朋克2077 或者地平线5这些帧数和13900K的差距确实不像低分辨率那么大了 尤其是最吃显卡的2077 4K下9900K总算和13900K拉在了同一个水平 但是其他的很多游戏 9900K依然和13代差距非常大 甚至有些游戏比如蜘蛛侠 9900K的4K和1080P的帧数都是一样的 这意味着老平台上如果你直接上4090 很多游戏哪怕开4K都喂不饱显卡 有哥 闲着呢 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你主要是在4K下打3A大作 或者是主要像玩Apex这种优化好的游戏 又懒得换平台 只是想图省事买张4090提升一下游戏体验 那我觉得老游强行撑一下也不是不行 但如果你玩的对CPU负载要求比较高的游戏比较多 或者说你用的是2K分辨率对帧数有要求的话 那我觉得你还是优先考虑换CPU吧 这可能比你单纯去换张4090的游戏提升大很多 既然13代脱胎于12代 它同样也继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兼容DDR4内存 不过13代的内存控制器有所加强 DDR4内存的默认频率从4800提升到5600 这意味着内存超频性能也有所提升 因此这次我们打算同时测一下 D4、D5标频和高频 三种情况下的游戏性能 我们这次也借来了华硕的Z790 A吹曲 这是一张DDR4内存的Z790主板 然后我们还对DDR5进行了频率和时序上的优化 选择了772 C32这样一个对13代来说 相对甜品的DDR5超频频率来进行对比 那我这里就直接放结果了 772 C32这样的顶级规格内存 已经完完全全超过了DDR4的游戏性能 经过一年的进步 DDR5已经不再是积累了 但是DDR4也确实不弱 3600 C16的DDR4 依然可以和6000 C30的DDR5打个有来有回啊 看来如果你想用13代搭配DDR4打游戏呢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手里有内存也可以接着用 但是全新装机的用户我还是更推荐上DDR5 一方面是DDR5的价格已经逐渐下来了 现在D5的市场价格并不比高端D4贵多少 另外一方面如果以后你还有升级的需求还是会方便一些 多一种选择多一条路嘛 我觉得比起只支持DDR5内存 结果频率还上不去的认识 在13代平台上 内存选择的灵活度确实是要高一些的 除了游戏性能以外 这类高端CPU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小伙伴买回去是用来干活的吧 也会干活吧 对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13900K 8个大核加16个小核 是不是能够在专业软件里干掉16个大核的7950X 那我们首先从C4D Cinebench R23开始 在R23当中我没有想到13900K就直接干掉了16大核的7950X 13700K也直接干趴了7900X 顺手还把上代最强的12900KS给干掉了 看来大小和设计在能用到全核心性能的3D渲染场景当中还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i7就可以打R9了 那R7怎么办呢? 同样能够体现CPU渲染性能的Blender宝马测试场景当中 13代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13900K超过了7950X 13700K也超过了7900X 其实我更期待6加8核的i5-13600K是什么表现 可惜这次没能测到 对核心性能和内存与缓存性能都十分敏感的7ZB压缩和解压测试里面 13代的两个处理器比起12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综合来看还是略弱于缓存更大的两个认识 在Adobe全甲桶当中 13代的表现也非常优秀 综合表现比起已经很强的12900KS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且因为有着核显加速这种物理外挂的存在 尤其在PR这项测试里面 13代和12代比起对手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 AE里面13代也有着明显的领先 表现确实不错 在另一个简机软件 达芬奇的性能测试里 13代虽然依然能够保持领先 但核显并没有给这个项目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 在Media Encoder里 我们给两家的CPU都打开了核显 但是Intel这边这个核显加速以后强好多 三款参测的处理器都可以把对手最强的7950X按在地上摩擦 不过意外的是13代的两款CPU却并没有打败12900KS 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但如果我们把Intel的核显关掉呢 13代的两款处理器还是比7950X更强 哪怕上代的12900KS也能和7950X打平 表现不错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用VS编译Dolphin的速度 在这项测试里面 认识两兄弟一反常态 终于小幅超越了13代两兄弟 虽然领先幅度并不算大 但也终于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 总的来看 13代在专业软件中的表现是挺不错的 比起12代又有了一定的提升 而且这个提升幅度基本上就是由更多的核心和更高的频率所带来的 小核规模的扩增使得即使是对多核性能要求很高的应用里面 13代面对全大核的认识也能够保证不落下风 整个测试做下来 13代酷睿凭借着更多的核心 更大的缓存和更高的频率 性能上还是给了我一些惊喜的 但这种恐怖的频率又会带来怎样的功耗呢? 我们在这个测试中会搭配VK的GL360水冷 横向对比一下几款CPU的导热能力 在R23的循环测试中 13900K默评下的功耗就来到了269W 13700K也达到了196W 功耗显然还是很高的 但工艺的改进确实也能看到作用 因为12900KS的规格比13900K小那么多的情况下也达到了255W的功耗 而规格比12900KS更高的13700K的功耗反而又低了很多 和对手横向对比的话 13900K的功耗也要稍高于7950X 毕竟频率要更激进 但13700K的功耗和7900X就差不多了 打磨了好几年的10nm功耗 能做到和AMD的台积电5nm差不多的能耗比 这还是真的挺出人意料的 温度上来看 269W的13700K自然是非常热 360水冷下的烤机温度已经接近100度了 但在13700K这个200W的功耗级别上 它的温度就要显著低于其他几位选手了 导热能力似乎还不错 看来13代的顶盖散热能力又有了一点点进步 只是这个功耗下一个好的水冷还是免不了了 看来这个功耗下 咱们常规的一体水冷散热器可能有点太为难了 首发评测时间有限 而且咱们这个420水冷就不能浪费了 所以我们也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来改善它的散热 就是接下来的冰桶挑战 我提前在冰箱里冻了几大瓶水 然后接来了半桶自来水 然后我们换上VK420的冷排 直接扔进水桶里 把冰也一起扔进去 慢慢的水温降低到了个位数 这个时候CPU都冻感冒了 待机只有十几度 这个比起很多压缩机冷水机的制冷效果都已经要更好了 在这种散热条件下 我们成功将CPU超频到了单核6.3 大核全核6.0 小核4.8这个频率 在这种频率下我们也顺利通过了CPU-Z的性能测试 单核已经成功突破了1000分大关 多核也是来到了18000分以上 不过很遗憾的是 这个频率下不管你怎么去调节电压 都已经没办法再通过R23性能测试了 因为这个时候CPU的满载功耗已经来到了560W 可能要上更极端的散热方式才能完成R23跑分了 我们降一点点电压和频率 在5.9GHz加4.8GHz的情况下 成功通过了R23的测试 这个时候CPU的功耗大概是500W左右 最终我们得到了44000分以上的R23成绩 其实比默认的也就提升了10%左右 但功耗刷了100% 所以我觉得13代代K的处理器 其实你再往上抄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性能提升的感知其实并不强 但功耗提升可是惊天地气鬼神 我觉得这不环保 那我不觉得比起超频的 你还不如在默认频率的基础上试试降压 至少你还能量快一点 我用了一个百元级的四热管 AS120风冷散热器 把i9-13900K降频到大核5.2小核4.3之后 功耗就直接降低到了190多瓦 这样一来 即便是这个百元级的风冷也可以轻松压住它 而此时它的性能比用上360水冷的7950X还要强上不少 性能下降了3%的同时 功耗却降低了30%左右 所以如果你觉得13900K的功耗太高 你降低到上代最高的12900KS的频率 你就会获得一个连百元风冷都能压得住的 8大核16小核24核心的CPU 看来今年两家的处理器都太过于灰烬了 稍微降点屏能耗比就会大幅度提升 所以我觉得明年的笔记本也许有的好看了 13代酷睿从技术上来说 其实并不是革命性的一代产品 它的提升更多在频率、核心数以及架构的小幅优化 有摄像更大的缓存以及更强的核心连接 可以说13代酷睿算得上是完美版的12代 从i9到i5都显著提升了规格 它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全核性能提升 在对手认思表现一般的情况下 13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再加上对内存更好的兼容性 价值DDR4、上值8000的超高频DDR5 13代都支持 所以这代平台的生命力在未来也应该足够强 不过对我来说 最期待的一颗CPU还是13600K 可惜这次并没有能够拿到样品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来试试看 这次测试另一个让我惊讶的地方 就是换上了4090之后 13900K和9900K在游戏里居然拉开了如此大的差距 其实在开始测试之前 我和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都没有人能预料到 这个差距会有如此之大 我本来以为它们之间的游戏性能差距最多50%也就撑死了 没想到居然有很多游戏都达到了分贝的性能提升 考虑到13代的架构和Sky Lake之间也就相隔着一个Rocket Lake 这个差距之大 着实是令人感叹 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长按点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去我们的淘宝店看看我们新上的新品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